我觉得选车一定要相信品牌的力量 我去 我觉得应该是这里了 车车在这里 我去敲一下门先 哎 那么快 对对对 我还要半个小时呢 来快进快进 那个先坐一会儿 你们要不要喝点东西啊 喝东西不用了 今天我们重点是怎么 聊一下你关于你跟蓝珊的一些故事 就是你现在是蓝珊圈主嘛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过来采访一下你的 我们先不要把重点丢了 就是钓鱼可以钓鱼 我先收下东西 等我一下大概20分钟 特别的快 我姓徐大家叫我小徐就好了 其实我本身呢也是做汽车相关工作的 是家里的独生子 平常除了工作 我比较喜欢做一些户外运动 基本上每个周末呢都会出去走走逛逛 对 比较喜欢钓鱼 有挑战性嘛 而且呢也比较需要耐心 这些是我录影的东西 已经有一些搬下去了 然后还有一些 是啊 你帮我拿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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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卫牌这个品牌啊 我知道它背后是长城集团这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商 这个呢就可以给了我很多的信心以及认可 首先呢长城集团已经有很好的名声啊 而且它的产品呢在市场上都有了很好的口碑以及销量 我相信啊这种背景所带来的品牌实力以及资源优势呢 也是会为卫牌产品提供更高的保障以及可靠性的 对于我来说啊 购车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通行的需求啊 也是对于品牌的认同和价值观的体现啊 选择卫牌就意味着我对国产汽车品牌的支持与信任啊 也代表着自主品牌的认同和期待 我希望能够拥有一台具有高品质 领先技术和竞争力优势的车型 同时也希望国产品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颜而出吧 差不多齐了吧 差不多吧 嗯 先帮她走吧 我想要给我女朋友打电话 喂 咱们那个晚上不是说要吃饭吗 嗯 我在等你呢 那那个我临时有些拍摄的任务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然后可能就会稍微晚点过去 对 准备好了 嗯 知道吧 那你故意生你早点回来哦 好的好的好的 待会儿见了 嗯 拜拜 我们要去拍摄了啊 好 再见 这台车其实坐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你这个前后排啊都有做一通通加热 哦 嗯 而且这台车还是挺智能的 像它这个语音助手啊 我基本上一句话它所有功能都可以实现 真不挺好 对啊 哦对哦 为什么今天是我开车我不是主角吗 那你也是车主嘛 好像到底 说我到时也开车了 我就休息一下 这么说好像有道理哦 那行吧那今天就由我带你们浪吧 这算是我的第二台车吧 也是一台我会用很久的车 我的父母现在也跟女朋友商量过啊 以后会要两个孩子 那选择六座以上的车型呢 就成了刚需了嘛 周末出去一趟啊 我的老婆呢会做前排啊 第二排留给父母 后排的话就小孩做嘛 刚刚好 当时吧我有去看理想 以及一些MPV的车型吧 MPV先不说啊 我觉得它在用途上就没有SUV那么宽泛 那剩下呢就只有六座的SUV了 那么除了理想我就觉得 只有蓝山比较符合我的这个需求预期了 一车出行全家无忧嘛 我自己开车时呢高性能低优好 那跟我女朋友出去玩时呢 女神呢又有女神附加可以满足她 对于车上娱乐的需求 如果是全家出行呢 父母啊可以做第二排 靠背腿拖都可以自由调节 宽敞舒适上下车还有扶手 车上也有小桌板 就真的很方便啊 以后要是有了小孩子的话呢 他们还可以做第三排啊 第三排我自己做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更别说小朋友了 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得空间大 做一条节布局什么的都要灵活 比如说蓝山的第三排呢 它放脑之后可以装很多东西啊 比如说我自己的装备 孩子婴儿车什么的都没有顾虑 这是要来干嘛 这地方是来钓鱼的吗 要捡垃圾的 什么 不在露营吗 为什么要捡垃圾 因为 为了我们这个环境能够更好 你看这里很多牛没有 如果你不捡垃圾的话 牛会把垃圾吃掉 可以 哎哎 你不要把这个放放到这一盖上 容易挂花车漆了 你懂什么就好不容易买台新车 爱惜点啊 传统的中大型SUV 我基本上不考虑的 它不仅没有六座 而且用车成本也很高啊 但之前一直也有看理想 LT跟L8我都有看过 对比之下吧 我感觉理想L8 在产品价值上没有蓝山高 这个产品价值呢 就很综合性的嘛 你比如说设计 我就觉得理想L8 在外观上也有出彩的地方啊 而蓝山呢 则整体的质感会更加的好 我比较喜欢它车尾的造型 很犀利而且很有设计感 你就再比如说车内空间啊 蓝山主打的就是大跟舒适性 尤其是成员最在意的第三排 无论是540毫米的坐垫宽度 还是340毫米的腿部高度啊 它都比理想L8大 那对于后排佳人的舒适度来说 还是非常友好的 其实我的远不止是这样啊 作为配有女神附驾的SUV 零重力座椅大出物格 我觉得啊真的舒适性方面来讲啊 它比理想L8真的好了不少 动动车上豪华的配色 你就再比如说蓝山采用了全球领先的混联DHD技术啊 可以实现电器驱动 发动机直驱 发动机加电机的并联驱动 相比之下呢 理想这个增程式呢 就只有电机驱动啊 在技术水平上可以说增程是约等于三分之一的混联DHD 因此从产品体验上看呢 相较于理想L8 蓝山则会有更加出色的动力以及油耗的表现 呃智能化方面吧 我觉得两台车差不多吧 都来录影了还吃什么干粮啊 跟我一起煮饭吃了啊泡面 我去烧水 诶我电磁炉呢 没留啊 我明明放在院子里了 怎么没了 干嘛 你有看到我电磁炉吗 有电磁炉的吗 有啊你没拿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哇 老师方没有这样子好帅气 深入谈谈设计啊 行 其实我觉得设计呢就很尖仁见智 就蓝山而言呢 我比较喜欢它这种既简约而又大气的理念 然后你仔细去看 你就会发现它把细节雕琢得很精彩 就比如说它的线条 比如说它的尾灯造型 所以说它整体呢就是很大很粗广的 但细节的处理呢又很细腻 这算不算是初中有戏 虽然现在大家都很流行简洁的线条跟形面 但不同品牌对于设计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蓝山呢它就是那种特别会处理细节 但又可以将细节融入于整体啊 就不需要过多的装饰点缀 它自身就带高级感 而且我选择这个松柏绿啊 这个颜色在城市跟户外都能很好的融入环境 显得很深邃 因为我自己偶尔都会忍不住拍上几张照片 还好吧 方圆面真的太干了 很美 还不是因为你没带锅 你没带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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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选车一定要相信品牌的力量 我选蓝山而不是选理想 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位牌背靠的是长城集团 这么多年的造车经验 肯定能够确保生产品质 蓝山这款车本身就是很注重做工的 车身拼尖严丝合缝 底盘也很扎实 座舱用料也很足 我还得提一下细节 这次是座舱里面的用料和做工的细节 首先你开关车门时 你会发现车门是真的很沉稳 据说这个车门当时就考虑了 防碰撞安全的设计细节 整个车身的81%都采用了高强路缸 结合了很好的封闭性 才有了如此的开门质感 其次就是蓝山操控中控屏幕时的触感也很好 座椅的舒适性 整体的绿震隔音 一点都不比那些日系德系的豪华车做的差 我第一次看到真车的时候 真的很惊讶 我能够感觉到胃排对于细节那种追求 那边是非常开心的 可能是非常大的 招待与新喜悟宗 一定会发现 成立足的空间 突然有什么 这个写真是这样的 这一节目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修正的 我们修正的 一节目的 就很述 驾控都做不好 那在其他方面 也不可能好到哪儿去的 以前调侃买房东西送车 你以为它在其他方面 做的不行吗 其实不是的 人家在车身安全 耐用性 操控潜力 里面都是做得很好的 一个道理 蓝山能有一套 一流的混动系统 那自然而然 它在其他方面 也是做得特别的好 我现在开过蓝山了 真的已经有点 回不去的感觉了 你看这么大的一台SUV 零百加速4秒9 纯电续航又接近200公里 那综合续航 又超过了1200公里 这样的体验 我真想不到 还有哪些车能给到我了 LC豪华性能车吗 你别扯那些 我要真选那些的话 200万能落地吗 百公里油耗20个够吗 真的你说那些没有意思 这个价位 这个性能水平 只有蓝山能给到我 这也是我不选 理想L8的一个核心原因 就是它在性能方面 跟蓝山真的没有办法比 我觉得会有很火爆的内容发生 走 看医生 你别的 ��로 别的 开胆 我都能是否带到你 你为了 哪有 这who 对 看医生 你又能跟你找到你 你跟我聊到你 还要不要聊一遍 你不是在说 你想说 没有 你为什么要给你 你不是在说 你为什么要给你 我不选了 我 你为什么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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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为什么要给你 你为什么要给你 我 你为什么要给你 我 你为什么要给你 你为什么要给你 的时候 所以你去工作了 对啊 还给你带礼物呢 以后就像在吗 喂 等一下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